等下 今天晚上 怎么了 这是 怎么了 孩子 别哭 别哭 我是最见不到孩子哭的 你得哄着点 别哭了 我说哥 这俩 不会 又是我的 不是你的是谁的 小金 小银 来 过来 叫爹 叫爹把他叫硬了 快叫 叫谁呀 叫他 就叫这个 爹 这是你爹 爹 三得子 我看你还往哪跑 你连爹都挡上了 小银小银 过去 拉了你爹的手 把他叫硬了 爹 这家我可是回错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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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桃子 爷 叫我 把桌上那封信烧了 我也太老实了 他让我烧我就烧啊 太好 这几个字都在 没这四个字 我烧也就烧了 哪四个字 月后焚毁 那您干嘛又不烧了 我得留一手 原本的他要来何见 这来就来吧 干嘛让他夫人 写出这么一封假正经的信来 这经理的官呢 说变脸就变脸 我得防着一手 您说的他是谁 龙大人 那您还不怕 郑二品的大员 我怕他 他怕我还差不多 桃子 把柜子里的匣子取下来 这封信还有原来的信 加上信品都给我装进去 这些信到时候能救咱们的命 三德子 回家的时候 你一步一步的又是蟹又是怕 这回宫了 你倒急起来了 慢点 后边没人追你 三德子 等等我 你干什么 把事 烧一下 好嘞 快点 我心急 三德子 等等我 三德子 你这么早回去也没用 你不着急你留下 把那鞭子给我 驾 老爷 您是不是认错了 您瞧他俩那个土样子 哪像是从宫里出来的 我可还没咱们这县城里的混混夹子大 我怎么会认错呢 这 记也看了 话也问了 情也叙了 这吃饭的那个样 这糊涂涂一个小时候 就连眨眼睛的模样都没变 我怎么会看错 我这么些年日日想 夜夜盼的兄弟 可不就是他吗 他怎么会变傻呢 我说也是 别跑 出去玩 跑得我头晕 去 去去去去去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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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哎 明明是他花钱治下的这份家业 这可不是一份小家业啊 这回回不都听县太爷说吗 这是三公公烧来的钱 是的 若不是他的钱 县太爷那么傻 拿自己的钱给咱们花 是啊 除非他有什么事求咱 也没什么事啊 对啊 也没什么事啊 你说不就是上面官来了 咱们陪着吃吃饭 那为县官呢 说两句好话 这也帮不了他什么忙啊 你说咱的话就那么值钱 我说了一辈子的话 没几句人当过话听 他这次回来也许不方便 有什么不方便的 想吃吃 想喝喝 一家人快快乐乐的 自己家哪有什么不方便的 那还不是有个外人吗 谁 和尚 我肯定是坏在那和尚身上 那人说是朋友 可我怎么看着他都是阴阳败气的 你说咱为三爷好的事吧 他都不高兴 看不惯 甩脸子 说快话 要是他一个人回来 三爷就不会那样了 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 你说 他要是一个人回来 那还有什么顾忌啊 他怎么也不说一声就走 他就走了呢 骗鬼吧你 媳妇娶了 孩子有了 你会不知道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 我就是看不惯 你平日里拿我当朋友 其实从来不过心 说什么 和尚 咱俩是焦不离梦 梦不离焦 生死荒命的朋友 这回我算是看出来了 什么也不是 隔着心 三德东 你干什么去 我 杀毛测 行 你得赶快回来 不是我看着你 咱们俩是一块出来的 就得一块回去 我真 小二 爹 来喽 夹我回锅肉多放辣子 我那朋友爱吃 得嘞 爷 您可真好 照顾兄弟 我多句嘴 您训了您这兄弟快一个时辰了 您这是脑袋还是疼他呢 我是又疼他又脑袋 我要是不疼他 我就一句话都不跟他说了 您说得对 您说 小二 别忘了 多放辣子 您瞧好了呗 不错 你是皇上身边的人 别人再也没有你进了 好 大总管 那万岁爷一天要不叫上十声三德子 他的日子就过不舒服 你进 皇上有些话都听你的 你说 哪个不怕你 一品大员 想见万岁爷 那还得先问一声 三公公 万岁爷这心气好不好 你说好就好 你说不好就不好 哪个还敢见 你说你没权 你权大了 二十多年了 几十万两银子不好弄 一房媳妇 一双儿女还不好弄 好 若一天了 这嗓子也说哑了 喝口水 房子盖也就盖了 媳妇娶也就娶了 孩子养也就哑了 还不承认 大丈夫敢做敢当 你三德子就不是大丈夫 你在给我演戏 好 这下好 把咱俩十多年的交情全演完了 臭和尚 你到底还有完没完呢 好 你终于说话了 生气了 发怒了 暴跳如雷了 要生气你就先生自己的气 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 再说这么多这么大的恩惠 说不定了 背不住 背不住什么 背不住万岁爷心疼我 你跟我想想的 不会 谁说不会 好好的 好好的万岁爷 干嘛让我给他看看 哪有真是样 真是万岁爷给搬的 那就是他的不对 你 好啊 连万岁爷都不对了 我不跟你说了 你不跟我说 我便要说给你听 三得子 我告诉你 你别给我耍小聪明 竹子 竹子 咱今儿就住这儿吧 万岁爷 别这么叫我 我听不惯 咱这不是出门在外吗 叫给人家听的 主子 您小心哪 小二 小二 出来迎客人哪 客官 住店哪 真寸啊 就剩两间了 我给您拿行李啊 那我们这牲口怎么办哪 还有牲口啊 那行 那您哪走后门 主子 您坐好咱们先卸牲口 走 到这里了 走 那我走 走 走了 走 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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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先下 回头老爷再下 爹 慢点 好 爹 你还行吧 还行 离合剑越远越好啊 八十师傅 您回吧 明天我们是住是走 还没说准呢 这不用了 钱给你 好嘞 谢谢您 小二 小二 知音客人啊 怎么没人呢 老爷 那门开着呢 咱走那边 老爷慢点 你回来 有志姐 你别做着我说的是 我才说你两句你就受不了了 两句 你都说我两天了 不都是为你好吗 你不能走 你走我还跟着 你要回家我也跟着 你还说不说了 听你说 我不说 我睡觉 有什么话等爷来了再说 对 等爷来了再说 掌柜的 我们要两间房 就两间房了 多一间都没了 客官 您楼上请 你怎么还往里进呢 没房了 小二 你怎么还往屋里带人呢 不是 我这事 怎么我们一进来就没房 不行 我们累了 给开两间房 两间 小姐 一间都没了 实在对不起 要不这样行吧 您再往前看看 哪儿也不去了 车都退了 我不管 麻溜的给我们老爷小姐把房找出来 老爷小姐 你们别急 咱们不仅得住店 还得让他们奏好了 小桃红 我乏了 房耗下来了 咱上楼吧 三顺子 你早早的歇了吧 你看 那不是车板是吗 他也住店 通了 小姐 没事 出门就得厉害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老爷 没事 快点 去 这好好的走路 走出黑云才来了 车把是怎么啦 车把是我们想让他住王府 谁也管不着 主子 小桃红三顺子 咱运气好 有房住 走 少奶奶对下人好 没人挣紧心 你怎么说话呢 你 我看你才是没安正地心 明明自己来晚了 没房了 怎么还牵着别人 没工夫理你 小二 开门去 谁也理你 都别吵 听我说 大家伙出门在外都不容易 您看这么办怎么样 小姐丫头你们住一间 老爷 这位小姐跟这个丫头你们住一间 这车把是您住一宿 声控棚应当的 还能省房间是吧 这样好 没有的事 我们先来 我们想怎么住还得听你的吗 就是 再说 这丫头也太没规矩了 小二 就按你说的 开房间吧 童儿 别说了 咱们原本就来晚了 该怎么样就得怎么样 怎么可以无理取闹呢 这位店家 能否就些铺盖给我们 我爹年事已高 怕夜晚风寒 如蒙垂帘 让我爹就在大堂之中度过一夜吧 这大堂怎么能住人 再说这大堂也不方便 那我们睡马棚 我看也只有这样了 小二 多抱几床铺盖送到马棚去 我看也只有这样了 去吧去吧 老爷 真是抱歉 我爹年了 还是小姐比下人懂事 百善孝当仙 美德 美德 三顺子 你说什么 快伺候上楼 竹子 我说百善孝当仙 您平时不是总教训我们要忠孝结义吗 我看这样吧 让这位小姐和这位老爹上楼住我那间房间 我一个赶车的 住一夜牲口棚也无妨 无妨 原本我就是住惯了 到了房里我心情还睡不着 这怎么使得 君子不略人之美 该怎样就得怎样 不 什么也别说了 自曰君子已有辅人 旅途之中能看到这样的美德 圣子高无安卧 小二 你带我去马棚吧 你这赶身口的还会咬完嚼字呢 那我带去 我看这下人比主子强 三顺子 主子 您就恩准了吧 行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我上楼了 这位义士实在有所打扰 心有不安 不 应当的 君子当人不让 我对小姐孝敬长辈之心佩服之至 佩服归佩服 别多想 气感 小二 多给车把势垫点草 都高兴 我给你垫点草去 等等 等等 马棚安全吗 安全 再说了 一个车把势 谁能打他的主意 是 走 五爷 打探定了 打探定了 住下了 再轰来客栈 叶 今天晚上咱们动不动手啊 星象悲情 今儿晚上是个好日子 主男女私情相合 我这远道而来 不能五哥们返了 我是志在必得了 人生无常 能以苦为乐 苦中作乐的人 是最不负生活二次 有清香之麦草在下 有晴空朗月在上 有徐徐清风吹来 兴旱灿烂 勾起无限之遐想 夫妇何求 有一些牲畜在左右 那也不有关系 一些自然气味而已 夜晚 马之梦与朕之梦 灰映勾连 分不清彼此 那岂不是一次 壮烈之神友 醒来作文一篇 就叫 马鹏复 马鹏复 小姐 来呀 她刚才还说话呢 像是没睡着 好 若睡着了 就不便打扰了 睡了让她起来就是了 一个马夫 咱对她别客气 把师师傅 睡了吗 把师 不知小姐驾到 有失远迎 你个赶车的 干嘛这么酸文假醋的 别起来了 躺着吧 没这道理 哪有不起之理 敢问小姐有何见叫 你听我说 我们小姐怕你深夜冻着 特意的拿出锦袍一件 为你驱寒 也算是对你十里人爱之心的褒奖 听见了吗 你看着我呀 自自听见 谢小姐一片明月之心 区区小事 何足挂齿 竟也当谢一时相助 荣幸之至 荣幸得很 这样的月色 有佳人夜访 有星空在上 真如梦中一般 打住 牙都给你酸倒了 我可告诉你 这可不是王宝川赠衣 你也不是薛平贵 看你也不像 别想多了也别说多了 小姐走 小姐慢走 睡你的去吧 别送了 你也不能抓好 恭喜自己 没有 我 警察 我 Worана 我们 哪有这么仁义法的 他就是不顾自己 主子您别生气了 这声音怎么听那么耳熟啊 三得子 三得子 你只教我醉芙蓉 良消不得与君童恨重重 爷 范爷 万岁爷 睡着了 睡着了 睡着了还读诗呢 梦话 梦话 万岁爷 回去睡吧 回头再凉着了 这儿挺好 马棚里好啊 朕刚才几乎做了一篇马棚赋呢 这天下的圣人呢 几乎都睡过马棚 哪也听说了 洋教里的耶稣 就是在马棚里生的 再说了 这现在跟你们回去 怕人家看见得不方便 所以 现在才来喊您呢 现在没人了 走吧 不用了 你们放心睡吧 这儿挺好的 去吧 小桃红 给爷取盖的去 不用了 不用了 这儿 刚才李小姐给我送了件锦袍 挺暖和的 小姐送的当然暖和了 那好 您在这儿睡吧 小桃红 好 咱回 愿咱们都做个好梦 哪儿是怕人说闲话呀 明明是舍不得那件袍子 我就觉得奇怪了 他怎么就那么招人喜欢呢 主子 那也不能怨咱爷 咱爷可不就是走到哪 人喜欢到哪儿吗 怜香惜玉的也寻常了 再也不跟他出来了 主子 您这话都说了十多遍了 这是最后一遍 睡觉 谁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赶车的把势 别动 没你的事 你们要干什么 别问 别说 看着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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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哪儿了 您问谁呀 在逃的李世林和他的女儿 看清楚了 我这可是官家办案 你们是官家办案 什么官家私家 有刀就是赢家 我让你说 我让你问 只好看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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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不蹭蹭的 快点 快点 这么摸不蹭蹭 李元外 没想到会以此种方法再见吧 多有得罪 多有得罪 书在下公屋在身不能一照顾 来啊 给李小姐松绑 不劳照顾 绑了也就绑了 像你这样的人绑了我 我心安 好 说得好 句句铿锵 掷地有声 原本呢 在这月朗之夜抓人办案 尤其是办李小姐的案实在是大厦风景之事啊 不过案子总是在人的手中 人是活的呀 今夜绑了李小姐 坏了性质 明天不妨陪李小姐来一个花好月圆之夜 如何 傅三振 你冲我这把老骨头来 你冲我来 你犯不着对我的女儿说这些没用的话 怎么 你们俩都看我不顺眼是吧 好 那就怪我不再说话了 来啊 在 逮人 走 走 走 快走 等等 你要干嘛 天寒风冷 把这袍子给小姐吧 你是什么人 不搭干的 我是赶车的把势 现如今车把势也会多情了 可爷我看着不高兴 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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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快走 这位军爷 你们要去哪儿啊 告诉你还跟着啊 何间 走 走 转眼之间 这星空这马峰的味道全变了 一片凄凉地 人生怎么会是这样 走 怎么这么慢呢 法事 别心疼牲口 快了点 我有急事到地方我多给钱 不是钱的事 我认钱 他不认钱 我着急 他不着急 到前面划牲口 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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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赶车的啊 把活放放放放放放放 我有话跟你说 您说吧 我听着呢 昨晚上啊 你是在哪睡的呀 哦 您问的前半夜啊 还是后半夜啊 后半夜抓人那会儿 哦 后半夜 我回房了 下露水了 天冷 你小子是干什么的呀 你不是知道吗 我是赶车的呀 赶车的 我看你不像 那你看我想干什么的呀 出门在外 不守下人的规矩 欺辱主人 这通奸的罪你是逃不了了 弟兄几个 拉着小子去见官 你们说我昨晚睡错地方了 哦 知道了 那就妈溜的拿出来 别让大爷我动手啊 这一页故事可真多呀 真是眼都眼不过来 小二啊 你让我拿什么呀 拿出一定银子来呀 对啊 对啊 我没看见 你也没睡错 大家好走路 说得有道理 有钱就没事了 对了 有钱那就没事了 那我问你一句 这种事你是不是常做呀 碰上钱了 谁给放过呀 这要是在寻常的时候呢 爷爷我给你们也就给了 可是今儿个呀 你呢 带了这么多无赖走卒 想讹我 想炸我 爷我不高兴了 爷我不能出钱让你们学坏 想怎么着 你们就直来吧 好小子 哥几个 给我上 走 小二 小二 他就有那伙计了吗 走 走 爹 你怎么在这 我法印呢 咱们等会再说 先把这小资少插过了了 法印呢 你不是去了和间了吗 爷 一言难尽 三字的家不进 这话怎么讲 踏不住 他人呢 爷 昨天晚上还在呢 今天早晨不知道去哪呢 他又回家了 谁有发声 开船 你惹他生气了吧 爷 换了您 您更生气 来 不 你 那不是法印吗 是啊 他就有大早 他们干什么呢 不知道啊 这一言真是比书里的故事还多 让他们打完 咱们看 打完了咱们走 大人 大人 有事儿传小的 这里离河间有多远 回大人 百事多里地 不走了 把声势造出去 让左晋各县都知道咱们到了 记住 什么事也不准做 什么人也不见 什么东西也不书 引而不发 若有官员来访呢 尤其是官员 尤其是官员 你以为他们是真心来看本官的吗 诧异 他们心里害怕 是来问消息的 我要好好让他们怕一怕 我老了就快卸任了 出来一次不容易 去吧 记住 有一个人 河间县令要是来了 前门挡住 开后门 是 反应我从小到大 就没在背后褒贬过人 万四爷 您来了正好 到了河间 我不说 您自己看 万四爷 这锦袍上还有字呢 未及闻名 万分感谢之义士抬剑 且此闻有一事相求 我与爹爹在河间 遭恶人贪官陷害 被迫离乡 一路提心吊胆 今也不知能否得过 见义士为人高谷之礼 特将此信托付 万一被贼人追上 望义士得辩 将河间相声李施林之冤情 告白天下 以旧道选 素昧平生 仓促于此法行之 有得罪之处 望多多原谅 何见民意 比满秋 今夜 多谢一事相助 我说吧 这样的女子 她是必定有冤情的 她那双眼睛就看得出来 聪明人 用送锦袍的方法送出消息 她也算是送对人了 字写得要 好字 三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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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先走吧 我追得上 好 事可真巧 朕的马蓬妇又有下文了 晚安 冤有头债有主 你爹欠钱管你爹 你们俩进不去 探监也不准 你 童儿 把箱子打开 傅三山 这是我爹一生的全部积蓄 钱你拿去 放我爹出来 我不爱财 这钱是你爹该交的 交了也到不了我的手里 到了我手里 要能到我的手里 我也一文不少的还给小姐 我有钱 那你想要什么 小姐清楚 休想 小姐 钱不给她 咱们走 来是你们要来的 走也是你们要走的 原来我还想让你看一眼爹 要看吗 别问 让开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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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儿 快把钱给他 富可山 把我爹放下来 我说过了 我不爱财 你先放下来 这是关老 我说了不算 好 你的事 我答应 好 这可不是我逼的你 你爹他也在 他肯定也听见了 老头儿 在 放人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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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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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家的坟哪 是啊 誰休的 全县人探前休的 好不好 陶氏先祖 子孙叩拜 陶家祖先你们既得应付 保我们和奸平安 你们得吉子孙 为我们和奸养了宫内的大元 你们死得早 死得早 要不全县的人 一定孝养二老啊 确实有准 确实有准啊 那哭得最凶的是咱们家谁啊 他不是咱家的 不是咱家的 那干嘛哭那么凶啊 他对咱们家的人好啊 他是一官吧 和奸的谢太爷 谢太爷 哭我们家烦 为什么呀 然一 再也 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 你说 还不是冲着您的面子 我的面子 没您的面子 咱家 咱祖祖 哪能这么风光啊 听说您生气了 我再多一句嘴 这风光不好吗 风光没错吧 风光 没错 哪有自家风光的 不高兴的 不高兴的 来 离开 离开 各位请进把新开的查布查价解快 是啊 请 请 请 小桃红 弟弟指引着 没想到头一天就这么热闹 是啊 话音啊 有什么人说什么话听着点 听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 反正啊 多听着点就是了 听多了总比听少了好 各位 各位请用茶 来吧 这位客官算个卦吧 测字 老板娘 您这茶馆开张的可真够快的 您开张了吗 没有 人来人往的 喝茶的多测字的少 要不要把摊子摆到茶铺里去 我给你腾个地方 不必了 人多了就不静了 我这一天有一两个客人就足矣了 你给我测个字吧 算我 给你开个章 好 写来 看你要问什么了 你算吧 算准了 你这摊子能摆下去 算不准 你就收了吧 到我茶铺 给我收账去 这是一个语字 义飞 你是想听我说些话 怎见得 是我想听你说话 不会是你想听我说话 那样不通 你看 这是一个盐 这是一个武 合起来是武 盐 这不就是你想听我说话吗 算你对了 一路上你也没说到合奸干什么了 说吧 我听着 义飞 我现在没什么可说的 等有说的时候 我一定告诉你 不是不想说 是心里没底 老板娘 您说我这个字 测的还行吧 随便写的字 算你蒙对了 我走了 老板娘 挂字 回头给你送来 先来喝茶 还是没开张 测字算卦